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这个相机过热后关机了 但是打开 你其实开机的情况下 只要温度足够低 你室内温度够低 或是室外温度够低 只要相机机身冷却下来 对吧 就算是你录完之后过热了 拿出来拍照 温度只要相机温度下来了 那么恢复时长很快 就不再是需要等半个小时了 只要温度下来 马上就可以看到很显著的这个录制时间增长 好的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 这相机4KHQ模式已经录制了40分钟了 然后看一下机身的温度 39度 新冒下温度 37度9 IC卡侧面温度 36度1 按键 36度2 可以见到最热的地方呢 就是这里 38度左右 将近39度 然后呢 已经录制41分钟了 录机电池呢 快坚持不住了 然后呢 好像这边电池也剩的不是很多了 我刚才测试了一下 我使用的是4KHQ 我使用的是外录 所以呢 几乎是没有什么太多时间限制的 可以录制两个小时 甚至更多 如果是4K30帧非HQ形状下呢 是没有任何时间限制的 可以一直录 录到录机没有电 录到录机硬盘满 现在呢 我用的还是外录 我用的是这个Atmos的Ninja5 然后呢 录制的是C-Log 4R 4KHQ 从8K当sampling的超采样 所以呢 这应该是这台相机最佳的画质了 视频中最佳的画质了 超采样8K呢 这个4K的画面是非常非常的锐利的 可以说是非常好的 甚至都不需要来给画面添加一些锐利啊 或者加一些强度 它本身出来的画质就非常非常的好 然后可以看到它更新的内容 那么首先它第一件事呢 就是说在HDMI显示这个选项 它通过这个摄像机加外部监视器 这个过热控制 它以前是不可选的 直接是关的 那么现在呢 是可以设置为开 然后呢 还会显示一些其他的内容 就显示一些提示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说 使用RF的一些镜头进行拍摄短片的时候 那么这个画面的稳定 这个图像稳定 得到了一些更新 更加改进 可能比较来更加稳了 因为以前它还是会有那种拉折感 可能现在已经有一些修复了 然后第三个呢 修复了语言设置为英语 这个跟没什么关系 第四个呢 是设置为韩语的时候 会有些错误的文字 这也没什么关系 第五个呢 是FTP 传输的传输连接 也得到改进 那我想用FTP的 一般都是专业视频朋友 你也不会看我这个视频了 我觉得这里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然后第六个呢 是说 CFexpress卡的时候 访问的时间 修复了一点 它以前访问的时间会变长 这个我也没有太明白它是什么意思 因为我之前访问的时候觉得OK啊 也不会很慢 就没有这个 然后第七个呢 就是重头戏了 说改进了这个视频拍摄中的温度检测和拍摄时间控制 另外呢 改善在了室内重复进行拍摄 短片记录时间 然后还有这个开关电源之后总拍摄的时间 那这个呢 就很重要了 对吧 因为它这么改进之后 不再像原来那样 只要过热一定要等30分钟 对吧 我是除非放冰箱里就强制降温 而这一回呢 是在空气中 只要 集体温度稍微下降一点 马上就会看到这个恢复时长就飞速增加 从我刚才录了45分钟 因为我卡没有拔 我看看一下 恢复的时间有多长 剩余了5分钟 现在就接上显示 虽然我没有用卡录制 我是外置录的 但是因为录了将近一个小时 对吧 它顶上外网上面测试过 也是外录呢 插卡的时候 外录4KHQ 大概是60分钟 就会过热 我录制了50分钟 那么上面显示 可用时长呢 是5分钟 我拿下来之后 大概两半分钟吧 它就恢复到了10分钟 然后10分钟之后 它就已经恢复20分钟 几乎就已经恢复到了 它正常的可以录出25分钟 最多25分钟 那么也就是15分钟左右的时间 它就已经恢复正常了 而且我是在开的相机时候 而不是说把它关掉 我是边开相机 边玩 边看设置 然后这么来玩 边玩 边拍的 就是它时间也是在恢复的 而不是像原来那种 只要你开了 不会恢复时间 除非你把它一直放在方方小时 就关机后开始急速 不再是这样 而是真正意义上来测到这个温度 好 最后一点 就是说 这个时间如果不设置 对吧 就动画录制时间呢 就无法就显示它这个正确的录制时间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